你怎么办 他可以 乔局长 君陀门 此次重大劫匪案 真是百姓之福啊 我们警察的使命 就是保护民众的利益 我们警察存在的价值 就是使百姓安居乐业 即使再苦再累 我们也心甘情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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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 怎么了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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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长 两个 云长 云长 云儿 云儿 云长 你怎么了 云儿怎么了 他中了七色狐蜂毒 必须马上治療 你是谁啊 放开 别管了 先送云儿回去吧 云儿 辉 来 慢点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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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长哥 去吧 つ几进 对 怎么回事呢 冷点 来 小心 来 走 赶快回去 好 我想那后面就听我的 你小心点 快快快 进去再说 来 天遥 这不会是中邪了吧 叶伟长 明成脉象十分奇怪 情绪波动也很大 不像是中了风毒呀 殿下 你快帮我按住他 快 快 云成 她的病你们治不了 我来吧 你是谁啊 不能让她治病 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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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这个来历不明 行迹可疑 不能让她治病 时间紧迫再不救人 小命不保 燕会长 乔局长也没有恶意 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 我们的确不认识这个人 还是提防一点好 那个 小兄弟 你就留在这里 会有人安排你的住处 鱼儿的病你暂时别管 还不信我 她的病如果趁早治疗 她有得救 你想怎么救 这个房间只能留我和她 我最有办法 放屁 凭什么不能让别人看你治疗啊 我看你就是图谋不轨 你再不出去对你不客气了啊 大黄 看着她 是 老爷 叶叔叔 振田 你也公务繁忙 鱼儿的病你不用担心 先回去吧 好 那我明天再来看她 好 如果您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告辞 好 我警告你啊 离云场远一点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凭什么 这 好 他是 是 丁香 丁香 老爷 你过来看看 咱们小姐的被子被掀开了 不知道啊 我刚准备给她量体温呢 是不是小姐她觉得太热了 自己先看了 那 那你喂药吧 好 算了 算了 量体温吧 好 好 老爷 刚刚好像你的影子泡掉了 说什么呢你 神神叨叨的 你好好照顾小姐 简直就和算计好了要对付我一样 算了 我还是下次再来吧 正好趁着这个时间研究一下这里的医术 说不定能找到抑制神处的办法 阿阳 明天我跟你一起去看云长吧 好啊 父亲 义父 回来了 那个 叶云长到底怎么了 没事吧 我也不知道 云长现在症状非常奇怪 我从来都没见过那种病 那陪他一起回来的那个年轻人呢 那个年轻人还在医馆呢 云长现在昏迷不醒 所有的名医看了都没有用 可那个人说他能治 但是叶会长见他来历不明 也就没敢让他医治 阿阳 嗯 您要多注意休息啊 千万别累着自己 嗯 您忍识啊 你去库房把那盒上等人参拿过来 嗯 让阿阳带回去 好 谢谢义父 谢谢义父 嗯 还有啊 我资助了那么多孩子 属你最有出息了 做了大夫 也算是学有所成 你看看温轩 连个税务监察的小官都做不好 一点男人样子都没有 我从小就是在孤儿院长大的 要是没有义父您 我也没有今天 闻轩 是我唯一的儿子 我现在只希望 给他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妻子 让他开开心心过一辈子 你说是吗 那是自然 你是他姐姐 你有时间帮他物色一下 看看能不能找一个比他年纪小的 这样 他们可以更合得来 我知道了义父 这家伙这么晚来干吗 你应该怎么办 linear 都受不了说 要远 就会 咱俩 关 imme 咱俩 默 咱俩 来 咱俩 靠咱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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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阴rees 尔 tightened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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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诚 双姨你没事吧 霓裳 记住啊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喜欢上你了 你这个银贼 你看什么呢 你谁啊 我是谁 你这个银贼 你刚才从我姐屋出来干什么了 你对我姐都干什么了 不好意思 你就是叶云城的傻弟弟啊 你才傻呢你 给我出来 过来 爹 爹 我抓到个银贼 允致 你干什么 他刚才趁你睡着的时候偷偷进来 我看呀 他就是想趁我姐不能动 进来非礼我姐 我像是这样的人吗 那你猫着腰偷偷地走进来 我看你呀 就是做贼心虚 我走路什么姿势 关你什么事 别吵 你姐好着呢 我整个晚上都在屋里什么也没听见 哎呀 你们两个出去爱干嘛干嘛 别吵了 你怎么了 我不舒服 我想回去休息 喂 我看他这就是装的 嘘 够了 不行 啊 舒服的吧 啊 事故撑不了多久 我得尽快找到一只神猪的方法 早日离开这里 你 允长 啊 你鬆着 你 想起来了 这个淫贼竟然有图伙 让我查出是谁 我一定弄死的 我姐醒了 鱼儿 鱼儿你醒了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 姐你怎么样了 小姐你终于醒了 你觉得怎么样 好点了吗 挺好的 我觉得身体通透 好得不得了 给爹看看 不可能啊 怎么一下子好起来了 鱼儿 这几天你去哪儿了 怎么得了怪病 急死我们了 气色不错吗 爹 我忘记给你们介绍了 上次我去山里采药 迷路了 是这个兽医领我出来的 我看他人还不错 就留他在医馆 当兽医看看小动物吧 没意见吧 你呀 你呀给我听着 以后好好待着 不许再进山里了 知道了吗 既然你好了 爹就放心了 我要赶着出去 你好好休息啊 沐星辰啊 你给我站住 叶少爷 也不知道我姐从哪个山沟野人堆里把你给带回来的 瞧瞧你这装扮 瞧瞧你这装扮 这脸 脸 有问题啊 问题大了 太难看了 你再看你这么土的发型啊 现在大街上有哪个爷们儿还留你这么长的头发 穿你这样的衣服 看看小野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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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叫发型啊 发型 发型 时尚懂啊 与时俱进你懂不懂啊你 我看你这娘们儿兮兮的样子 我就讨厌乡下兔包子 我买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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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 阿瑶 你看到兽医了吗 没有啊 嗯 好帅啊 好帅啊 发型还可以吗 谢谢啊 谢谢啊 好帅啊 楚姑娘 你觉得呢 还不错啊 母医生 星辰 你怎么想到剪头发了 与时俱进嘛 都站着干嘛呢 不是 你头发 对 要特别感谢叶少爷给的建议 你这个学位图能教我吗 好呀 这个啊 是顽骨学 这些我早就知道了 人体一共有七百二十个学位 其中应用学位有四百零二个 药害的学位一共有一百零八个 有死学和活学之分 致命的学位有三十六个 不致命的有七十二个 这些我都知道了 能教我些别的吗 没想到你懂得还挺多呀 那我教你中药药理吧 可以 你没事了 我能有什么事 云成 他能有什么事 生病的是你呀 怎么了 没事 我先回实验室了 好 这什么 清诊器 把这个放在你胸口上 就能听到心脏的声音 是呀 嗯 听你自己的吧 有意思 摄医 你可别忘记 你自己来这是干什么的 自己好好学着点 这儿医疗器械很多 你都别给我弄坏了 特别是这些烧杯 都是国外进口回来的 就这些瓶瓶罐罐的 跟医术有什么关系 这你就不懂了吧 有好多东西 都是你没见过的 别这么小气嘛 行了 来看你自己头发吧 怎么看啊 从这儿看啊 怎么看啊 怎么看啊 想不到你们外界有意思的东西 还挺多的 外界 你是跳出三界之外了 他平时就爱装清高 你别理他 小姐 上官少爷来了 知道了 去吧 好 我不想见他 我先回屋躲一躲 如果你们见到他 就是我不在 好 你别的 疯狂 小姐 怎么会 生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楚姑娘此时心意凡乱 就算你见到她也无济于事 倒不如退一步海过天空 也许过一段时间 她自己又想清楚了 怎么样才能退一步海过天空 兄弟啊 这种人和人基本沟通的方式 你都不懂 你怎么胖 梅子 正所谓退一步海过天空 慢慢跟你讲 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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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表哥 你 你未来小舅子来了 小舅子 远至啊 快坐 快坐 你也坐 请坐 倒茶 怎么今天突然大驾光临啊 不是还是那个批文的事吗 这不还差您父亲一个签字 我这不跑过来想找您通融通融 来 这个嘛 你也知道 这个政府办事它是需要流程的 我们也不能 对吧 是 也不能因为人情所以 不是 我知道你家祖坟在那儿 这样 我出钱帮你签祖坟行行 我知道一条龙脉 风水特别好 你要是把祖坟签过去 对你乔家肯定是有好处的 我们再给你一些补偿 你看这事行吗 我看哪 没什么兴趣 可以 这就是 那就是 这一局 我们再给你吃 我 这个 这就是 有点 你 要 不 没人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是掏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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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迁走了吗 别给我乱说话 出去不准乱说啊 好好好 快过来看病啦 我们叶昕常医生可是从国外回来的 医术相当高明 听说西医药打针 我害怕还是吃中药吧 我给您看看 这边可是蜥蜴呢 蜥蜴 听说西医可贵了 我可看不起啊 快过来找我们叶医生看病吧 我们叶医生医术可高明了 叶医生啊 没听说过 我一直找楚医生拿药的 我还是看中医吧 我看看 对了 上次我中毒晕倒 你是怎么救的我啊 那是你自己命大 跟我没关系 你这个兽医啊 怎么敢做不敢当呢 你也知道我是兽 怎么帮你治病啊 你 虚伪 简直是虚伪 算了 你不就怕我瞧你翻碗吗 哼 哼 哼 我 唉 我 她 你看 尘 韩 你 我 calculations bubbress 我就欠唐 谁嘘ون 不 copied 别挠了 还要把我放 别挠了 我求求你们 带什么好放的 再拿 你别挠 早子就没皮了 p 我看看 他这得的什么怪病啊 从外表上看 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阿妖你看看能不能看出 这是什么冰庄 你是不是经常用冷水洗澡啊 对啊 哪有热水啊 平时全身一身油烟味 就直接拿井水冲了 我大概知道了 我一会儿给你开个方子 肩幅四次 如果不好的话你再过来找我 等一下阿妖 这个 你一道开两份 好 刚刚我们给杨阳看病的时候 你怎么一言不发啊 你们看病我发什么呀 给她挠挠挠不就行了 行 我知道你医术高 真人不露像 但杨阳刚才真的挺难受的 你不能坐着不管吧 她在我们这儿是病人 我们能治就尽量去治 治不好让她去别处求医 医者父母心 没有哪个父母 愿意看到自己孩子这么难受 云长 你说完这番话 我对你也算是刮目相看 明知道杨阳没钱 还不跟她要钱 你还挺善良的 错 医药费呢 会从你心思里面扣 谁让你刚才带她进来的 无情无义 老奸俱华 怪不得我们神木族 不允许跟你们外族女子通婚 通婚 你想跟我通婚 我就是打个笔 懒得理你 阴险无耻 是兽医 快去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什么 干什么 发什么愣的啊 我问你啊 你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 我来寻找治疗神术的方法 你不是想给神术治病吗 只有我知道治疗职务的书籍 如果你求我的话呢 我可以考虑帮你找找看 那真是太好了 这事对我很重要 帮我找一找 去吧 我又不想去了 为什么 态度 你得求我呀 好 我求你 去吧 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 你求人就这么求的啊 你得 求人 撒娇 对 撒娇的语气 我懂了 我懂了 嗯 小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